11月9日 放下万元 全部接受 世事好奇 处处学习 眼光要远 脚步要近 忍耐办事 委屈做人 身段就是一个人自视的身份 有的人以家世 觉得自己的身段很高 有学问的人 觉得自己不同凡响 有钱财的人 觉得自己不同旁人 有名位 有才华的人 认为自己比较有尊严 并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段 而事实上 若依赖这些作为身段 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 由于大公司裁员 失业的人太多 假如过去是 厨长 科长的人 不肯放下身段 哪里再能找到职业呢 假如肯放下身段 摆个小面摊 或者到市场去卖菜 过去中国大陆在战争时 多少贫苦人士 把此处的东西 卖到笔桌去 所以跑单帮 做苦力 能够放下身段 以待时机 有什么不好呢 放不下身段 也是一种执着 人活在世上 就是要追求快乐 快乐源自于放下 自在 不为旁人一句话而恼 不为他人一件事而怒 人生唯有少执着 多放下 对名利不执着 对权位不执着 对人我是非能放下 对情爱欲念能放下 才能享受随缘随喜的解脱生活 文思修 人活在世上 就是要追求快乐 快乐源自于放下 自在 不为旁人一句话而恼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再次行 不变